閱讀測驗的第二篇文章 我們先看題目 三十七題問說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assage? 所以本文的主旨是什麼? 那這個題目也是通常閱測的第一題會很容易考的 考大意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各段的主題句 注意一下篇幅的比例 三十八題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backpacking? 那因為只有問你哪一個是正確的 而且我得到最後一個單字 backpacking 所以這個文章可能是在討論所謂的當背包客 當背包客到各地旅遊 這件事情何者正確 那它是一個沒有提供特定線索的一個細節題 所以不是那麼的好做 三十九題,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suggested for it would be backpackers to do in the passage? 那重點在suggested suggest叫做建議 所以要去找一找它哪邊有提供建議 所以相較於上一題而言呢 這個題目從題幹的部分 我們比較得到線索去找建議 所以這是一個有特定線索的細節題 那四十題說 Why is convenience transportation important for backpackers? 那這個題目更具體的細節問你交通 方便的交通 好,最後一個題目是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ferences can be drawn from the passage? 所以從本文當中你可以做出什麼樣子的推論 好,那這邊是沒有特定細節 沒有特定線索的細節題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文章怎麼說 文章說 With summer vacation around the corner 好,那around the corner這個片語 第一個意思是真的在角落 因為corner叫角落 所以就是附近 地理位置的附近 叫around the corner 那它也可以講的是 某個事件即將到來 就是時間方面的靠近 也就是快到了 所以它有空間方面的附近 還有時間方面的快到了 所以這邊提到說 隨著夏季準備 馬上就要到了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馬上就要到了 很多人呢正在計畫要travel abroad 這個叫出國旅行 Some of them take an overseas trip with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while others join package tours to visit foreign countries 其中有些人呢 這邊提到前面的some 搭配後面的others 所以有些人這樣 有些人那樣 有些人呢他們會去出國overseas 出國的旅遊是跟誰呢 跟他們的朋友 跟他們的家人 而這個while 是而 而其他人呢 會參加所謂的套裝的旅程 也就是跟團 package 本身叫包裹或者包裝 所以package tours 我們講的叫套裝的旅程 to visit foreign countries 來去這些外國的國家玩 記得喔 visit如果後面是人 我們才說是拜訪 如果是地方我們不會講拜訪 我們講的是去什麼什麼地方玩 Nowadays many young people prefer a backpacking trip abroad 現在呢有很多的年輕人 prefer叫比較偏好 比較喜歡 比較喜歡這種backpacking trip 也就是拿著一個背包 backpack本來就是背包嘛 所以backpacking trip就是拿一個背包 隨時就可以出發的那一種 since backpacking is a new form of tourism and getting more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先看前半句since的用法 如果since後面是搭配一個過去式的話 since那個句子是過去式或者過去時間 那它的意思非常有可能叫做自從 可是since後面如果搭配一個現在式的話 那它就比較自從 它叫做因為或者既然 所以這邊我們把它翻譯成因為 因為呢這種背包旅行 is a new form of tourism 是一種觀光的新的形式 and getting more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然後呢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喜愛 啊這種be popular 或者get popular加上among加上人 popular加上among加上人 代表受到什麼什麼人的歡迎 那麼experienced travelers h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ose with big backpackers 那麼有經驗的這些旅遊的人呢 有經驗的常常出國玩的人呢 有一些suggestions有一些建議 複数名詞 給這些would be 就是馬上要成為的這種背包客 所以我們有個題目問到suggestions 理論上應該在後面 我提到suggestions應該後面 告訴我到底有什麼建議 可是這邊打句點換斷了 代表一兩個句話不足以寫我的 就是要給提供的建議 所以我們直接看到第二第三第四段 第二段講到first 第三段講到second 第四段講到third and finally 所以這邊總共提到了一二三 那再來後面接著看 每一句話後面都是起始句 都是動詞開始的 plan your budget choose accommodation do not be shy 每個都是起始句 代表文章總共給了三個建議 那各位又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第一段的尾端提說 這些有經驗的人呢 他們要給這些背包客一些建議 然後後面的一二 後面連續三段都是在給各一個建議嘛 所以光是建議的部分 就佔了這麼多 接近要四段 三段半到四段 已經是我整個文章的絕大部分了 所以本文的重點 我們剛剛的第一個題目 本文的主旨是什麼 就是在給建議啦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可以做三十七題了 三十七題就是給建議 所以當然就選這個advise 我們在文章裡面是suggestions 那這邊是advise 是同一詞 不過advise是不可數名詞 ok 所以三十七題 我們就這麼容易的就做完了 好 那哪三個建議呢 number one first plan your budget and prepare the required travel documents 首先你要先計畫你的budget budget叫做預算 and prepare the required require本來叫做需要 那這邊是PP作為形容詞用 所以叫做所需要的或者是必須要有的 travel documents documents叫做文件 所以必備的這些旅遊的文件要先準備好 you need to figure out in advance how much your trip may cost you 好 你必須要怎樣呢 figure it out 就是要先去想出 或者是解決 figure it out 那這邊翻譯成想出 或者計算 in advance 副詞片語表示事前事先 你要事前先計算說 how much your trip may cost you 你這趟旅程可能會花你多少的錢 remember to check with banks and find out the usage of ADM cards and the exchange rate so that you have enough money before the trip 好 你記得要去跟銀行確認說呢 然後要find out 要去知道 要去find out就發現嘛 所以就要去知道說 這個ADM 就所謂的自動提款機的使用方式 操作方式 然後後面呢 and exchange rate 還有後面講的就是兌換的匯率 exchange就是交換嘛 那這邊講應該就是貨幣的 我們講說那個換錢嘛 所以exchange rate翻譯成匯率 rate 就是什麼什麼率 so that you have enough money before the trip 所以你在出國旅程之前 你就已經把錢準備好了 then make sure to have travel documents such as the passport and visa on hand 那這是我們剛剛主題句的前半段嘛 主題句的前半段提到說 在這個地方 前面是budget部分 所以我前面這兩行講的是budget 那我後面這邊就開始交代的是 主題句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必備的文件 所以這邊說到說 make sure to have travel documents such as 你一定要準備好 像是什麼 像是passport 所謂的護照 and visa 簽證 這邊的visa跟信用卡沒有關係 visa是信用卡的 國際組織之一 沒錯 那是visa 但這邊講的是出國的簽證 也就是說別的國家 願意讓你進入的一個許可 叫做visa 它跟信用卡無關 在這個地方 visa 所以on hand就是準備好 準備妥當 it's also good to have to leave a copy of these documents to a family member 那這個it講的是後面的2v 從這邊開始 所以這邊講的是說 也很好喔 怎麼樣呢 leave a copy 就是你留一份影印的文件給你的家人 那什麼家人呢 whom you can contact in case of emergency 那這些家人呢 那我們這個it應該是道具尾了 那這些家人呢 是你在緊急時候可以聯繫的對象 所以contact contact當成動詞叫做接觸聯繫 那後面的in case of就是萬一 in case of 後面加一個名詞就是萬一什麼什麼事件 那如果你要加一個子句的話 那就是in case vet 或者你直接vet也不要 就是in case 後面加一個子句 也翻譯成萬一 那這邊的emergency emergency是名詞叫緊急狀況 好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呢 second choose accommodation that is close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你要去選擇 後面的關係子句 你要去選擇那些 靠近大眾運輸的住宿地方 ok 後面的close to這邊 這個叫接近 那public transportation 叫大眾運輸 那所謂的accommodation 就是住宿或者容納 那這邊是講住宿 住宿 in Taiwan 那講完主題句之後 後面就接著去闡述 所謂的靠近大眾運輸 的這種住宿應該講是它的優點 in Taiwan for example backpackers can easily travel by using such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s trains buses the high speed rail and the mass rapid transit in major cities 在台灣這些背包客呢 他們可以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就透過by by加上ing 表示借由 借由使用 或者透過使用 這一些像是 這邊的such 是搭配後面的s 這一些像是火車啊 公車啊 高鐵啊 捷運啊 大城市裡面的 火車公車高鐵捷運等等 然後呢 很容易的就可以到處往返旅遊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backpackers can save their time and energy 那這個with表示有了嘛 有了方便的交通呢 這些背包客 他們就可以省下他們的時間 and energy 省下他們的體力 to move from nearby stations 那從靠近的 從附近的這些車站呢 hotels hostels or tourist attractions 到他們的旅館 那hostels呢 是比較廉價的 比較廉價的旅館 or tourist attractions 或者是一些觀光景點 那注意這邊的nearby 是作為形容詞用 nearby是一個字 放在名字的前面 叫做靠近的 或者是附近的 來再來 接下來說 third and finally 第三 而且也是最後一個建議 do not be shy 不要害羞 try to make friends taste local food and visit sightseeing spots 他說呢 when you 先看後面 when you arrive at a destination 當你到達一個目的地的時候 destination 叫目的地的時候呢 要去交朋友 然後呢 要去品嘗當地的食物 然後要去看一些 sightseeing 叫做觀光 spots 叫做地方景點 這個叫觀光景點 sightseeing spots in this manner 用這種方式 注意一下 manner如果沒有加上s的話 它的意思跟味是很接近的 叫做方式 但是當它一加上s之後 叫manners 那會變成禮貌或者是禮節 所以有沒有加上s 意思完全不同 manner 一個字沒有加s的 叫方式 方法 那manners 會變成是禮貌 禮節 所以用這種方法 your adventures will help you experience more about foreign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那麼你的旅程 adventure就是冒險嘛 你的旅程呢 將會幫助你去體驗 更多有關外國的文化 foreign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還有外國的生活方式 thus helping you feel refreshed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ok 那因此呢 就會幫助到你 去在physically 就是身體方面 spiritually 就是精神方面 都能夠feel refreshed refreshed 叫做又再重新有活力 fresh 叫新鮮嘛 加一個re 表示再一次 那ed 作為形容詞用 所以refreshed 就是讓你的身體 讓你的心靈 再一次的新鮮 也就是再一次的有活力 重新活過來那個意思 那這邊要加上ing的原因 是因為thus 只是一個簡單的副詞 它並不是連接詞 所以既然不是連接詞 就無法連接一個詞句 所以後面這個help 就不可以是動詞了 那我們給它的是一個分詞的ing 那這樣就不會造成說 你多了一個動詞 然後就缺乏連接詞的狀態 所以最後一段說 go ahead and take on the backpacking challenge go ahead就是去吧 然後take on加上一個challenge 這是一組的 take on搭配後面的challenge 就是接受什麼什麼的挑戰 接受當背包客的挑戰 就是自助旅行的挑戰 it is certainly a chance for you to prove yourself ready for this new style of tourism 那這絕對是一個certainly 叫絕對是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能夠證明自己已經準備好 這邊的prove prove prove 叫做證明 它的用法是prove 後面加上的是to be 那這個to be呢 往往可以省略 所以這邊是證明prove yourself 那這邊的to be 就被省略掉了 ready for this new style of tourism 證明自己是能夠 已經準備好這種新的 新的觀光的風格 觀光的方式 也就是所謂的背包旅行 背包客的旅行 那37題我們剛剛說過了 因為我們的第二、第三、第四段 都在給建議 而且第一段的後半段 就是告訴你 我接下來要給建議 所以37題我們已經做完了 關鍵在中間那個advice那個字 那38題呢是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backpacking 那哪一個是正確的 那我們來看38題 a it has been a form of travel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since 剛剛說到 如果是since後面搭配的是一個過去式 或者過去時間的話 那這個since就不是因為了 它叫自從 所以自從呢 20世紀的晚期 就是可能1990、1992 類似這樣子的時間點開始 這就是一個流行方式 旅行的方式到現在為止 現在完成式嘛 但是文章告訴你是一個新的 new way 或者new style 一個新的方式 所以並不是這種 已經持續了二、三十年的 這種旅行的方式 所以錯在後半段 b呢 it takes more time to backpack in the summer than in the winter 在夏天要花比較多的時間來打包 那在冬天呢 比起冬天而言 那雖然文章沒有提到 所以你就 第一個你就已經不能選它了 然後第二個呢 是文章一開始都在講的是夏季的 summer vacation 這第二個 第三個是我們用常理來推斷 夏天打包的衣服 絕對不會像冬天的那麼的多 ok 所以不管你是從文章有沒有談到 或者合不合常理 b 我們都不會是選擇的選項 c it is one option for young people to spend their summer vacation 那這是夏天裡面 年輕人選擇他們的旅遊的 選擇度過他們夏天的暑假的好機會 那這就是我們文章一開始講到的嘛 在夏天的時候呢 然後接到第四行說 越來越年輕人 第四行的後半段 年輕人越來越喜歡這種旅遊的方式 所以我們的 三十八題 選的實際選項是ok的 so it requires students to work and support themselves while traveling 那這講的是working holiday 可是文章完全沒有提到 要年輕人去打工 要年輕人去工作的地方 所以錯在這個work 39題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suggested for would be backpackers to do 那我們二三四段分別給一個建議嘛 有提到說你的這個文件要先準備好 然後那個錢的匯率要先準備好 對不對 然後又有提到說 我看第二個建議是什麼 第二個建議就是要找到好的交通位置附近的住宿 那第三個就是你要敞開心胸去接受新的挑戰 所以四十題的A 39題的A buy a prepared phone card for emergencies only prepared paid 叫付錢的 pre 表示之前 所以這個叫除值 除值的prepared 所以這邊講的是除值的電話卡 所以講的是說 你要準備好 要除值電話卡 然後提供緊急時候來使用 文章完全沒有提到電話卡 根本沒有 所以A不是文章給的 給這種背包客的建議 所以A是不對的 所以要選他 因為選是not suggested 那B是講到說 你要確定錢夠了 然後C是講到說 你的那個自動櫃圓機 ATM的操作方式 然後最後一個 諸選項是 你要把文件引印給家人 那特別要提醒同學是C的地方 ATM雖然很多都講說 可以跨國的提款 可是很多銀行是 你要事前在國內就先開通 而且要本人零貴去開通 而不是什麼都沒做到國外就可以提款了 不然這個功能在國外 它沒有開啟的狀態 你怎麼提也提不出錢來 所以C選項這個 你要在國外操作你的ATM的提款卡 你是要在國內的那個銀行 你自己的那個銀行 先開啟跨國提款的功能 不然的話是不能夠用的 40題 Why is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important for backpackers? 那這就是我們文章的第三段 也就是第二個建議嘛 那就是因為你可以很容易的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選的是A Because they can get to the places they want easily 很容易的 那剛好對照我們剛剛的題目 題目是說呢 第二行 Can easily travel by using such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這邊的easily 對應到的是題目的那個easy 所以答案選A是沒問題的 然後B講到說 可以待在國外待越久越好 然後C講到的是 他們可以計劃用錢什麼什麼的 你的C選項根本就不在這一段 那是前一段的事情 然後豬選項講到說要打工 Part-time job 這叫打工 可是我們文章完全沒有講到打工 所以答案選的是A 最後一段 我們可以從本文做出什麼樣子的推論 A說 Young people choose package tours because of the low cost 年輕人會選擇這種套裝的旅程 是因為價格低廉的關係 其實文章根本沒有講年輕人為什麼會選擇這個 他只說是很流行 二、三、四段給的都是給這些背包客的建議 所以文章沒有講到這個年輕人喜歡 受到年輕人歡迎 當背包客去旅行的這種方式 它的原因為何 文章是沒講到的 所以A是不能夠選的 B countries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re not the choices for travelers 剛好顛倒耶 我們的第二個建議是要你去選那種交通方便的地方住宿 所以B不能選 C learn about foreign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is not possible for backpackers 文章第四段就最後一個建議 要你去體驗一下異國的文化 交交朋友 然後去吃當地的美食 所以是非常有可能會學到 不是not possible 是possible 而且是highly possible 所以C不能選 Do backpacking trips offer young people some challenging tasks to accomplish 這種當背包客的旅程呢 提供年輕人一些具有挑戰的任務來完成 來完成 那我們的最後一段的 一開始就說到了 Go ahead and take on the backpacking challenge 答案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最後一題選 豬是ok的